欢迎来到第五课 我们也欢迎亚顿 他是来代替亚历山大的位置 因为亚历山大不同意我们教导 这话只是开玩笑 并非真实情况 亚历山大现在忙着团队里的其他事情 所以亚顿来到我们中间 虽然亚顿在过去几课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但我仍然高兴他现在来到 我们在上一课谈到拜偶像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 当我们听到拜偶像 我们不应只联想到庙宇里拜雕像 并且是对我们创造主故意的不顺服 就像当你听到敬拜这词 你会想起用诗歌去敬拜 这是其中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敬拜的方式 就是顺服神的旨意 现在我们要去看拜偶像 如何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隐藏 换句话说 你为何可以玩梗 在明知的情况下 不顺服神的旨意 如何贪恋一些事物 把自己的私欲凌驾在神之上 却声称自己是个火热的基督徒 我们在这刻将会谈这些内容 也是整个课程的焦点 当你明白后 你就意识到 属灵的课时 不单刺激溜进我们的教会 却是已经在教会里存在 你明白吗 我想以一个就算出信三个星期的新信徒都知道 而我们都熟悉的故事 来打开这一刻的序幕 就是出埃及记 我们知道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是摩西 对吗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其实摩西先带领他们去西奈山 而非去英许之地 因为在没有让他们认识这次英许的神前 是没理由直接领他们到英许之地的 试想想摩西的背景 他住在当时最华丽的房子里 他的养父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 他为什么想离开埃及 因为他亲身体验过神 从荆棘里火焰中向他显现 摩西也希望所有以色列人 都有着他这奇妙的个人经历 于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到西奈山 出埃及记十九章说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裕以色列人说 我想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留意带来归我这几个字 这是把你从世界里拯救出来的原因 神把你从世界里拯救出来 就是要带来归他 他可想你 他想与你建立关系 世人都在看着 他渴望更亲密地认识你 然后神又对摩西说 叫他们今天明天自节 又叫他们洗衣服 当读到这个经文时 我有时候会不禁想到 我们的神是有洁癖吗 他不想闻我们的体位吗 不是的 神只想以色列人 洗掉从埃及来的污秽 因为他想与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这里的埃及就等于世界 世界的焦点是什么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让我们把这话简单说明 属世的喜欢物质 属世的喜欢权威 属世的喜欢色情 世界所追随的就是这些 明白吗 因此神说 如果你追逐这些 你就不能跟我有真正亲密的关系 建立亲密的关系 是需要对方付出的 对吗 因此神希望我们除掉埃及的污秽 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对吗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去做 到第三天 神临到山上 那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尖叫并逃跑 他们惧怕神 他们在二十章十九节 这样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哇 你可以想象神有多失望吗 他足足等待了四百三十年 只是想与以色列人 建立亲密的关系 然后神临到 在他们面前显现 他们却逃跑掉 我曾经有九个月 等待着亚顿出生 我跟其他三个儿子 对着丽莎的肚子说话 当时丽莎大着肚子 我已经非常期待见到亚顿 我急不可待地 可以抱着你 跟你说话 听见你声音 我记得到了第九个月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 亚顿要出来了 但神却等待了他们四百三十年 然后你可以想象 假如亚顿出来后 对他妈妈说 哦不妈妈 带我去跟爸爸说 告诉我他说什么 然后我就照着做 假如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伤透心 你可以想象神有多伤心吗 然后神说好吧 我会设立祭司的职分 什么是祭司 祭司就是代替人们 与神交通的人 情况就像亚顿 从丽莎肚子出来后说 我不想见到你 我会让埃德森帮我 传话给爸爸 他再把爸爸说的告诉我 然后我就没机会 直接跟亚顿说话了 听起来很惨 神也经过这伤心的阶段 明白吗 然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神为何这样说 因为神要设立祭司的职分 并拣选亚伦做祭司 所以就要他一同上来 对吗 不过这安排 不是神原来的计划 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听听神如何对这民族说 你们要成为我祭司的国度 我圣洁的国民 这就是你必须要向 以色列民传达的信息 神原本希望 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他交通 但是神说 因为他们都逃跑掉 我才要设立祭司的职分 亚伦 你就是祭司 更有趣的是 亚伦没有到山上去 他最终仍然留在营中 因为待在教会 比起有神的同在更自在 你知道吗 有些人宁愿过得更写意 也不愿意进到神的同在里 我认为我应该两者也喜欢 却尤其喜欢神的同在 对吗 所以亚伦待在山下 摩西却在山上待了四十昼夜 请留心有什么发生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一节说 百姓见摩西 十言不下山 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 为何他们到亚伦那里去 因为他有领导的恩赐 神赐这领导的恩赐 让人们被这人吸引去跟随 无论这人是否有神的同在 虽然亚伦应该到山上去 但他没有去 不过人们仍然被他的领导恩赐 所吸引 对吗 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为我们做神像 在英文圣经里 神像这词是指多于一个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他们只说那个摩西 而没有说那全能的神 你看见神像这词对吗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词 希伯来语是以罗新 这希伯来词大概在旧约圣经 出现了两千六百词 当中的两千两百五十次 代表着 我们所侍奉的全能的神 以罗新 好像在创世纪一章 以罗新这词 出现了三十二词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话可以写成 起初以罗新创造天地 其他在旧约圣经的 大概两百五十次 以罗新就代表假神 就像撒末尔纪 上五章七节的大滚 与猎王纪上十八章 二十一节的八例 因此要明白经文 就要读上下文 我们也知道 这词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指全能的神 也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对吗 他们说 为我们做神像引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摩西 遭了什么事 所以亚伦说 摘下你们妻子 儿女 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我 然后亚伦用雕刻的器具 注了一只牛犊 当人们看见这牛犊时 他们在第四节说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这句就用了以罗新这词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以罗新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他们说的以罗新 是指假神 还是全能的神 当我们在下一节经文 亚伦看见 然后他说什么呢 亚伦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你知道耶和华这词有什么意思吗 就是亚威 亚威 这词在旧约圣经 是最神圣的 是真神的正式名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英文圣经字典 简称CWSBD 指这词是以色列的神的正式名字 是他在出埃及记六章二节 向摩西所启示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 这词在旧约圣经会经常被省略母音 以四个英文字母 YHWH出现 因这词的神圣 所以不会用来形容假神的 不过 这里是整部旧约圣经的唯一例外 你明白以色列人做什么吗 他们看着牛犊 认为他就是亚威 他们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亚威 因此 他们仍然认为 亚威领他们出埃及 仍然认为 亚威是医治和供应的神 但他们却改变了亚威的形象 成为一个有求必应的冒牌亚威 你们明白吗 这样吧 让我举个例子 在我们的服饰团队里面 我们有两个职位 一个是首席运营长 另一个是首席财务长 近来我们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首则 我们希望这里有大家庭的氛围 同时也要表现得专业 我们强调 要是加班 每天不能超过一小时 我们强调来访我们的人 要感觉到温暖 有爱和受欢迎 我们强调我们需要一个 轻松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有个齐备食物的茶水间 也有打篮球的地方等等 我们把我们的办公室 营造成一个让人喜欢待着的地方 假如有天 我和丽莎都到国外去 然后我们的首席运营长 暂时叫他阿强 然后阿强这首席运营长 也出差去了 于是阿明这首席财务长 就暂时负责管理整个团队 然后他对其他童工说 约翰和丽莎 希望我们享受我们的服饰 让我们找个人来放音乐 弄一些灯光效果 弄一些啤酒来 于是童工们跳着舞 享受着 约翰会为我们弄得 整个氛围轻松而高兴 对吗 你们明白我想表达什么吗 他们只做了我强调的其中一面 我强调什么 一个轻松的氛围 但他们却忘了其他要求 如对公食的要求等等 这正是在那些 以色列人中发生的 他们说 这是离你出埃及地的神 但这牛犊不是亚维 你知道他们后来做什么吗 在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六节说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 献番祭和平安祭 这相当于他们现在上教会 他们参加特会 你们明白吗 他们守宗教礼仪 他们把祭物带来 他们就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开始庆祝 并在性方面开始放任 他们为何这样 因为他们的行为 为周围的国家带来娱乐 换句话说 他们的行为很淫荡 才吸引周围列国的注意 但他们仍然宣称 亚维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制造了一个冒牌的亚维 你看见吗 让我们回去刚讲过的例子 我们的首席运营长 阿强回来后 看见首席财务长 阿明所做的 阿强会如何反应 哎呀 你在做什么 开除那放音乐的 把啤酒倒掉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忘了要干活 却整夜在跳舞 这就是摩西要做的 因为神对摩西说 他们已经不再是我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 对吗 下去吧 于是摩西下山 他首先去找谁 他先找亚伦说 你们在干什么 对吗 然后 他们改正过来 当你继续看出埃及记史 你就会知道这故事的结局 但却是个悲剧 我想问 我们是否创造出一个冒牌的耶稣 我们会说 耶稣拯救了我们 耶和华领我们出埃及 对吗 耶稣医治了我 耶和华常常医治我们 耶稣供应了我们 耶和华供应他们 如果我们将神改变成冒牌耶稣 我们就会做那些 在新约圣经说不能做的事情 也认为神会容忍营行 认为神会容忍这些那些 你们明白吗 为了让你们更理解 我们团队拍了一个叫 冒牌耶稣的视频 请大家细心欣赏 马上去片 开机 我觉得自己很像耶稣 可能有一点点不同吧 我肯定不是那个两千年前的耶稣 因为那会变得很乖 但是我肯定做对了一些事情 因为许多人开始加我的微信 是的 许多人加了这人的微信 所以我在想 他应该可以改善我的人生吧 没理由不加他吧 阿达像其他人一样 他过来问我问题 我给他意见 你想灌篮就去灌吧 反规 给他机会 阿达 阿达先看看你的朋友圈 他是谁 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解释 是他主动加我的 我当然想影响这个时代 通过验证请求 希望有人加入 标签 圣经分享 你为何要这样做 他问了许多问题 但我认为之后他会少问一些 阿达 要漂亮人生 先要漂亮老婆 你想要有影响力 人们不会听 长相不好的人的 我不会定规则的 如果我有个漂亮的老婆 人们真的会听我说吗 这建议很奇怪 我的折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声的 这话看来在鼠林上有点愚蠢 他说更重要是在健身房锻炼身体 就可以认识更多朋友 有更多点赞 我觉得自己过得很苦 所以如果我想读圣经 我应该读哪个版本 好的 你应该读标准古文版的圣经 他拿掉一切神的警告 与所有劝解 只留下正面积极的信息 大部分是微博与微信的信息 我认为阿达已经改变了 因为他开始懂得放松 我认为我应该去找他 他真的需要有人去劝导 他现在需要有人在他身边 你这蠢货 如果我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只走失了 你认为我会撇下九十九只吗 不 我已经有九十九个问题要处理 少了一个多好 我相信在幕后的日子 如果我可以什么都不管 全力的游戏 全力的游戏 不 我觉得这篇很烂 阿达 你有读过旧约圣经吗 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就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历史类 计票 如果我可以真的什么都不管 那就真的不错了 我没有什么改变 什么是悔改 我应该为那是悔改吗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吗 十二 因为那是在你姓主之前发生的 我真的喜欢跟他一起 他给我许多鼓励 别想太多 放轻松一点 要活得开心 我只是想要让大家都感到开心 圣经说 神创造了一切有种子的食物 虽然没有犯法 但看来是不对的 他现在去哪里 他拿了一些东西出去 我让他烧了我的货车 他应该是时候回来了 嘿 阿达 你在哪 你在哪里 我在路上 你有驾照吗 我的驾照吗 你没有吗 我有捕鱼执照 还有一个过期的木匠执照 我还有一个执照叫 我很快来到 所以阿达现在情况如何 我有点担心 我开始读真正的圣经 不是标准古物版 他开始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他丧失了原来的生命 我已经警告过他的 我发现过去只有片面之事 并非全部之事 原来这耶稣医治一切患病的和瞎眼的 他甚至在水面上行走 我发觉有些看来是好的 也不一定等于从耶稣来的 我要学习耶稣的教导 我事实上已经得自由 我现在觉得很棒 我希望这样可以帮到他 希望他过得更好 虽然我不认为他可以 希望他可以找到出路吧 带着道具很难呼吸 这个胡子太松 完全不合身 这篇挺有意思对吗 当中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我想我们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在片中的一些论点 认真去复心自问 我们是否有宣扬新约圣经的整权信息 换句话说 我们是否只挑那些 我们喜欢的章节来读 然后我们是否忽略了 那些叫我们活得尽钱的章节 我们可以聚焦在这题目上吗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是否只听耶稣的一些教导 是与世界所歪曲的没有冲突的吗 我们是否创造了另一个 不抗衡我们文化 不尽钱生活方式的耶稣吗 我们可以避谈耶稣所厌恶的吗 只谈诗人爱听的话吗 我们是否故意忽略新约圣经里 对生命的挑战 我们可以扩宽导向生命的门吗 我们会单单相信认罪祷告后 就会自动得救吗 我们是否已经创造了一个冒牌的耶稣 与新约圣经的整权教导不一样的 保罗说了一句 我们不应忽略的话 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他说 我今天在此声明 我以尽忠尽责 如果有人灭亡 那并不是我的错 因为神要你们知道的事 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 保罗说 如果有人灭亡 那并不是我的错 我们今天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吗 他为何这样说 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说 保罗说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也没有不告诉你神的完整计划和旨意 保罗说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我已宣扬了神的整权教导 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是否按耶稣基督 在新约圣经的教导而活 就像我们活在雅各所说的 与世俗为友的世界里 我们仍然是火热的基督徒吗 我们是真正的信徒 还是宣称耶稣是主的一群人 因为耶稣列人说 这亚维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他们承认这一点 他们没有说是埃及的太阳神 他们没有说 看哪 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太阳神 他们没有说巴黎 没有说亚什拉 他们说亚维 当我们说耶稣把我从最终释放了 这耶稣是那位坐在神的右边的 还是我们创造出来 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冒牌货 我们可以对神的教导玩梗 因为那冒牌货说可以 我们更可以贪恋那些神 吩咐我们远离的 因为我的冒牌耶稣说没问题 我现在可以偷税漏税 因为我的冒牌耶稣理解我 他希望我长生 我现在可以随意离婚 因为我更喜欢那年轻漂亮的辣妹 然后过新的生活 因为我的冒牌耶稣也希望我开心 耶稣真的希望我们过得高兴 但不要建基于不遵行他的话语 你知道在新约圣经 有超过五百条诫命吗 保罗说 因为是否受过割礼都无关紧要 遵从神的诫命才是至关重要的 明白吗 他是那个得着恩典的启示 是我们所传扬教导的说 他说他守了诫命 是在新约时代里超过五百条的行为诫命 但我们却另造一个说 可以忽略一半诫命的耶稣 这就是拜偶像 我们创造了一个让我们随心所欲的耶稣 这是在世上的拜偶像里最蒙蔽人的方式 那些雕刻偶像的 尚且知道自己不是借偶像造出来的 但那些创造冒牌耶稣 败那虚构耶稣偶像的人 却什么都做 因为他们造了一个完全合自己心意 且看得见 和听得见的耶稣 我可以随意摆布他 按自己方式生活 现在我是淫乱的人 让自己与神为敌了 这课的内容很严肃 但希望大家去思想一下 下一课见 中文字幕发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